粉索警方於4月1日晚上九時許 尋經騎經山路安樂巷口庭的紅燈時 福建前方一名騎士 於綠燈起護時以跳投任方式行駛於道路 警方隨即上前瞞查 經查如性騎士細語有人 一同志騎經又有 一時興起才會以跳投任方式行駛於道路 沒想到警方就跟在後面 如性騎士更加碼發料自己 曾因跳投任而被民眾檢舉 警方一查才發現 盧敏在上週曾因跳投任方式行駛於 谷山萬壽橋一帶而遭警方開罰 警方最後將盧敏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第43條危險駕駛提發 另依刑法第185條公共危險罪 移送高雄地鐵組偵辦 警方呼籲民眾行駛道路 務必遵守各項交通規則 務以危險駕駛方式行使 警方會針對各項危險駕駛行為 加強達氣 作詞移送高雄地鐵組偵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